救命啊 站住别跑 给我站住别跑 大哥大哥求我 不是不是不是小伙子 怎么了这是 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你别管 两口子 大哥不是的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这你不能因为咱们两口子吵架 你就这样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真不认识他 你别害怕你真的不认识他 不认识 你听到这个姑娘怎么说的吗 他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也懒得和你说那么多废话 你别多管闲事 你给我过来跟我回家 不是你干什么呀 你说干什么 他是我媳妇 什么你媳妇呀 这他都说了不认识你 我告诉你你别想动手 在我们村真动起手来 我可不怕你 怎么你非要拱拿后子多管闲事啊 这个闲事我还管定了 我警告你啊 离这个姑娘远一点 赶紧给我走 你再不走 我马上就报警 行你给我等着 咱们组织瞧 等着就等着 谁怕谁啊 别再让我看到你 行了姑娘 你别怕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为什么要追你啊 大哥 这我也不知道呀 我是从外地过来这边打工的 谁知道一下车 手机钱包都丢了 后来又被那个坏人给盯上了 跟了我一路 我就说嘛 听你的口音不像我们本地的 哎 想一想 你这也挺可怜的 大哥 刚才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能不能再帮帮我 我这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哦 原来是这样呀 肯定的呀 你这呀 刚来到这 什么东西都丢了 姑娘 这出门在外 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 这样吧 姑娘 我家呢 就在前面 这我出门呀 也没有带钱 你呢 先去我家 吃顿饱饭 然后 我给你拿点路费 你再回家 这 姑娘 你放心吧 我不是坏人 如果我真是坏人的话 刚才遇到那种事 我也不会管 不是 那行 那麻烦你了 大哥 没什么麻烦的 你不用怕 在我们村 没有人能欺负你 走吧 走吧 董事长 这个合同 你看一下 这合同的事 过两天再说吧 我有点急事 需要出去一趟 你是不是对合同不满意呀 他们说了 只要你有不满意的地方 可以提出来 他们可以修改的 对合同呀 我还是挺难以的 不过 我有点私事 需要处理 哦 那董事长 你出去需不需要我陪同啊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公司要是有什么急事 你给我打电话就好 那行 那我先去忙了 去吧 好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爸 爸 儿子 你怎么了 这么不高兴啊 别提了 你也知道 我不是谈了一个女朋友吗 这马上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可是 因为彩礼的事 谈崩了 你们两个交往的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会这样呀 这本来呀 谈的是挺好的 可是一说到彩礼前 你知道他们家要多少 五十万呀 就咱们家这个条件 哪能拿出那么多钱呀 什么 五十万 是啊 所以我二话没说 直接拒绝了 难道 你们就这样分手了 那不分手还能怎么样呀 五十万 咱们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呀 儿子 都是妈没本事 是妈拖累你了 你看你这话说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通过这件事 我也发现啊 我跟那个女孩 我们两个呀 并不合适 婚姻大事 顺其自然就好 哎 哎 这谁来了 我别开门 行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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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找谁呀 你找谁呀 阿姨 请问 这是宝强家吗 宝强 他是我儿子 你找他 我怎么不认识你呀 原来 宝强是你儿子呀 阿姨 你好 好 阿姨 你看我 光顾着说话呢 快快 快进来 人子 有个姑娘找你呢 找我 大哥 你是 儿子 这怎么回事 人家姑娘说 找你呢 你不认识 这一时半会 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大哥 你不记得了 六年前啊 你救过我 当时 我被一个坏人给追点 是你 救下了我 还让我来你家 吃了顿饭 把我送去了车站 给了我五百块钱 哦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你啊 你看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这刚才啊 没有想起来 行了行了 咱们呀 别站着了 来来 坐下说 来来来 快坐 坐姑娘 儿子 这你做好事 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呀 妈 这事有什么好说的呀 那天啊 我把这位姑娘 领到咱家吃饭的时候 你没在家 丑小子 做得不错 没想到 你也做点好事 你看你这话说的 当时我看到这位姑娘遇到危险了 我能不帮她吗 是啊 当时 如果不是遇到了你 我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今天来啊 就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姑娘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当时我帮你 不是为了让你感谢 是啊 人家外边 对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只能帮一把 是一把 这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 该感谢的 还是要感谢的 哎呀 不用了 姑娘 这张卡里啊 有五万块钱 就当做是对你的报答 哎 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无论说什么 这钱我可不能要 大哥 你就别再推辞了 这个钱啊 你必须要收下 姑娘 你看看你 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哎呀 阿姨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再说了 现在 我也有这个能力了 姑娘 你有能力啊 是你的 这钱 你还是拿着吧 你看你 人长得也漂亮 这事业也又成了 这 你的家庭 一定很幸福吧 阿姨 不瞒你说 这几年啊 光忙着工作呢 也没有时间谈对象 你别再骗阿姨了 像你这么优秀的姑娘 没对象 阿姨不信 阿姨 我说的呀 都是真的 像你这么好的姑娘 那称我儿媳妇就好了 不是 妈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那个姑娘 你别往心里去 我妈这个人啊 平时说话就这个样子 你千万别介意 没事的大哥 像你这么优秀的人啊 以后一定会找到一个心仪的对象 让你妈满意的 满意什么呀 满意 阿姨 怎么了 姑娘 不瞒你说 我儿子 谈了个对象 等过一段时间 结果结婚了 没想到 他们家 一下子给我们 要了五十万块钱的彩礼 什么 五十万 是啊 你看 我们家这条件 我去拿 弄五十万呀 哎呀 行了行了 妈 你看看 你说起话来 没完没了的 什么事呀 都乱说 这拿不出来彩礼钱 不取不就行了吗 这刚才你不也说了好姑娘多的是 阿姨 你看你的儿子这么优秀 他以后一定会找到一个让他自己心仪的女朋友的 再说了 那个姑娘 要五十万的彩礼 这明显啊 就是贪图钱财的人 是是 不错 姑娘 那借你的技研了 你看 这我们呀 也聊了这么久了 大哥 我还不知道 你现在在哪工作呢 我呀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族 这一年到头 累死累活的 也挣不几个钱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公司呀 现在正在招人 你能过来吗 我去你的公司 这 这能行吗 你看 这我呀 既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也没有很高的学历 这怎么不行呀 这不会的呀 可以学 我相信 以你的人品和能力呀 以后 在我们公司 一定大有所为 儿子 你呀 就去这位姑娘公司上班吧 妈相信 你一定能干好的 行了行了 你呀 给你老板 好好说话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事 你看 那个 姑娘 你别介意 我妈这个人呀 就这个样子 我不介意了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